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鉴于之前的势力 一边战火纷飞 一边王公贵肘成亲的扎堆 一时不知道是血还是悲 那日蓝旺鸡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 太后看着她 心疼地说道 你把他们都安排好了 你呢 也正是那个妃吧 蓝旺鸡敏一口绿茶 微微侧手道 母后不必为儿臣忧心 儿臣自有安排 太后常常地叹了口气 道 你心中是不是真的只有位置 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 这关系到国朝储君的大事 母后想心中有底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给母后说实话吗 蓝旺鸡望着杯中清脆的龙井 低手道 儿臣一想好 江山只要交给蓝氏的子嗣就好 不必是朕亲生的 太后闭上眼睛久久没有张开 两行青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她白白手 道 罢了 你看着办法 母后已无力气再管太多 儿臣不笑 让母后难过了 怠着母后痛苦的表情 蓝旺鸡感到十分愧疚 这边没有给蓝旺鸡太多的时间 匈奴的铁骑就攻陷了国朝边境的城池 李家又被迫后撤了三百余里 他们这次发动了军力空前的多 兵分三路夹击李家又的驻守士兵 李家又虽英勇善战 到底是和平时期成和起来的将军 平日里经历最多的是本朝士兵的训练 以及边境小规模的冲突 匈奴如此有准备的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突然打他个措手不齐 蓝旺鸡一边派兵向前线增援 一边在朝中商讨应对之侧 前方的战报一次比一次糟糕 朝中议和的声音越来越多 蓝旺鸡气的直接驳回 只讨论如何应对 下令谁在弹议和拉出去斩 那些动摇的声音才渐渐压住 尽管皇帝决心很大 依然无法抵消匈奴铁骑带来的恐惧 城里开始出现大批百姓难逃的现象 而且逐日整多 平日里热闹非凡的皇城 一时间被各种带着行李的马车站去 没有马车的背着包裹 皇城成了桃荒的战场 城中的景象令蓝旺鸡的脸发烫 作为一朝国君 竟无法保证刺举的子民生活安定 这让他心情万分悲凉 那日早朝 蓝旺鸡宣布要亲自率军北上 刘勇急忙上前道 皇上万不可激动中了他们的圈套 现在的匈奴士气阵望 皇上应先避开他们的锋芒 即刻迁往姑苏 虽然一时是有些丢脸面 但保存自己的实力最重要 宣皇当年也去过姑苏 与他们周贤许久 才最终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铁骑赛应也踏不了姑苏纵河的水路 宰相一发话 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 是啊 皇上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啊 我赞成宰相的意见 一旦李家又在失守 匈奴大军南下 下一个目标就是京都了 京都地处平原 一马平川 对匈奴的铁骑更是有利 姑苏就不同了 那便多水路 任他多厉害的铁骑也施展不开 网友林说道 蓝王鸡脸色铁青 仗才打了三越鱼就成了这副景象 他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椅子上 道 除了走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魏无羡就站在他旁边 看到他的手背都露出了青筋 基本能体会到 蓝王鸡内心的痛苦 他可是一心想做一个好国军的 走 是为了更好的反击 他们长途跋涉 粮草总有跟不上的时候 到时我们再来个反扑 他们这次一定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先拖一拖 等他们的士气松懈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王永灵说道 是啊 皇上是国朝的主心骨 也是我方军心稳定的根基 皇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才能让我朝百姓安心 刘永道 魏无羡觉得 在向他们说的有道理 他也不愿意蓝王鸡亲去 真到哪一刻的时候 他希望是他自己去 晚上 蓝王鸡站在养心殿外 久久望着天上的明月 魏无羡拿个披风来到他的身后 帮他把披风披上 抬头同他看着同一个方向 这是不是很窝囊 蓝王鸡没有转头 眼睛依然盯着头上的天空 不 皇上去姑苏是明智的 您也说过 打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们要的是最后的胜利 一时的退让并不是结束 魏无羡道 我现在没有光线的消息 我们可以再变得到 这下午要是定期的 什么那样的事 您也说过